21年11月买了两盆蓝羊毛,其实也就两小把,当时第一次养还吃不准,所以养护上比较保守。 去年也就分猪过两次,分猪确实能大大增加规模。 从原来的那两小撮,变成现在的五、六盆,要不是盆土受限,数量应该还能再增加好几倍。 对,因为它们和野草的属性差不多,不用管太多,自己就能长得很快。 暴晒,干旱后,及时补水就能就回来,不同的季节,颜色确实也会有变化。 有时,换个角度欣赏,也有一点小小的惊喜。 但时间久了,就发现一个问题,它们永远是这么矮蹲蹲的,根本就不是宣传图里那种细细长长的。 一开始,我以为会不会是还没长大,但去年就有开花,说明是成熟了。 蓝羊毛也没听说出过矮化品种,所以肯定是养护有问题。 因为已经有很多盆,可以随时分猪繁殖,不用担心被整绝。 所以,今年三月,就挑了一盆,先分猪,后剃头,双管齐下,看看会不会有变化。 当时,修完就是这么个样子,为了做参照,其他盆都没分猪,剃头,就指着两盆修剪。 大概留下十厘米左右,第一次,没敢剪太狠,担心下手太重,缓不过来。 五月初,效果就出来了,这才是我理想中的蓝羊毛,它们终于开始飘逸,修长了。 果然修长版的,色彩和结构更美。 和其他一对比,效果更显眼。 右边就是没剃头,矮上很多。 官服,至少相差一大半。 这是另一盆剃头的,稍微小一点,但不影响,发现剃头过的都没花。 其他没分猪没剃头的都在使劲开花,好在这个花没太大观赏性。 可有可无,牺牲花朵来换取猪形,很值得。 所以,打算找几天温度稍低点的日子,把剩下的都给分猪,剃头,整几盆好看得出来。